云正笑道 其实啊 这里头有个典故 我这人呢 最好吃 而且什么都敢吃 什么东西稀少 我就越是喜欢 所以在家里的时候啊 我大半时间 其实都是耗在厨房的 家里的小儿女呢 也喜欢 于是就多出来 很多新鲜东西 捉惊担心 传出去对我名声不利 说什么 一位大将军 整天在嘴上抓闹 天下人怎么放心 把数十万子弟兵 交到我手上呢 我就觉得这话有道理 所以从那以后啊 只要我弄出了东西啊 就都成我老婆弄出来的 温彦博哑然失笑 这尊夫人 也算是一台奇女子了 经中一番话 把我被骂得丢亏弃甲呀 只说全大宋 就你一个人是男儿 别人都是安蠢啊 芒安师皱眉道 袁夫人发怒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大军捷报 那是何等样的大事啊 辽人三十万大军 烟消云散 举国庆祝 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啊 这样的黄黄大典 陛下重病不能主持大典 那么太子殿下 庞吉 韩相 你这位文宽夫 这位史相去主持 也是使得的 原和派一位内侍官去主持 这对大军绝对是一种耻辱啊 陈灵抬起头 瞅着汪安师道 内侍剑 这是自取其辱 不但违背了祖训了 也把自己放到了火上烤去了 鲁大春身为内侍剑头领 这件事 实在是有些拎不清啊 带老夫回去之后 再处置于他 云征悠悠地瞅着文言博道 我反倒不是很在乎这种事 这么些年呢 除了第一次平面浓制高之后 陛下亲自主持了仪式 其他的哪一次不是悄无声息的 宽夫兄啊 这次回去之后 我的赏赐就算了 阎王这个爵位我要定了 其余的要不要无所谓 但是这次出征的将士 你们万万不可怠慢了 一个国家如果量了勇士之心 恐怕就再没有勇士 愿意替国朝出力了 这可是个大问题 文言博点头说道 只要现在的云侯 将来的燕王殿下 能够和大军分离 文言博保证 迎接将士凯旋的 将是一个盛大的 不能再盛大的仪式 好 如此 一言为定 我尽量让这些 跟随我北征的将士 能够全须全影的回到东京 享受他们的无上荣光 文言博诧异的看着云征 大军回京了 你去哪里啊 云征没好气的把筷子一丢 我还能去哪啊 当了一个燕王了 大陆之上还有我的力追之地吗 我谋算了一辈子 谋算到现在 如果给自己谋算不出一个安全的去处 那岂不是亏大了 你真要出海 不犯周出海 回到东京 你文言博家的狗都敢来我家门前撒尿啊 某家强硬了一辈子 那时候再低头 岂是某家的为人 自当去海上凭三尺剑斩破海浪 在陆地上 云某能擒虎 去了大海啊 云某一样会斩蛟龙的 事了福一去 这才是你云长生的做派 大气啊 云正鄙夷的瞅着文言博 你心中此刻恐怕乐翻了吧 没必要掩饰啊 你小舌头都露出来了 文言博瞅着云正 如果你真的能做到那一点 老夫亲自为你牵马追凳 不愿千里送你出海 都说官场是一滩烂泥 不论谁的双脚踏进去之后 想要干净的出来 可能性都不大 文言博知道 范州海上的话云正说了不止一遍 他听到的次数也不止一遍 这话听得多了之后 就给人一种打气的感觉 云正在给自己不断的打气 或者说是在不断的警告他自己 警告自己 不要超越那条根本就不能跨越的红线 警告自己 不要因为一己之私 弄得天下大乱 生灵涂炭 这种感觉是靠不住的 这种感觉从来都靠不住 没有人是圣人 相反的 每个人都是野兽 如今 那个皇位流着浓水 散发着恶臭的气息 这对每一个野兽来说 都是致命的诱惑 尤其对云正这种极有可能触摸到 那块腐肉的大小猛兽来说 更是无与伦比的诱惑 围观多年 文彦博见识过无数个自命清高之人 只可惜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倒在各种各样的诱惑面前 即便是欧阳修这样的道德君子 还不是一样传出了巴灰的丑闻吗 每个人都说欧阳修是被冤枉的 在文彦博看来恐怕未必 欧阳修一介老儒 没事干总和自己的外甥女和儿媳妇在一起干什么 还写出了望江南这样的香艳词句 江南柳夜小未成阴 人为青丝哪忍辙 英莲之嫩不胜淫 流曲待春深 十四五弦抱琵琶巡 堂上勃前堂下走 嫩时相见已留心 何况到如今 这样的东西写给自己的外甥女真的合适吗 即便是欧阳修本人真的没有做什么失德的事情 就这一首词足以证明老家伙人老心不老 云征从来都不是一个内敛的人 这家伙做事情从来就不顾及什么礼法 只要他自己痛快了就算完事大吉 指望他这样的人战胜心魔 不如通过外力施加压力来得更加有效 文彦博除了自己之外从不相信别人 这也是他之所以在官场上能够走到今天的原因 不论北风是不是还在呼啸 春天还是不可阻挡的到来了 李东楚拔起一层枯草 仔细地在草根中寻找 不大功夫 他就找出了两根发白的青草根茎 含进嘴里甜丝丝的 这是春天的味道 重新回到马上 吉姆四望 视线索迹之处依旧是白花花一片 丘陵阴面的冰雪依旧未曾融化 而向阳坡上的青草已经开始准备吐青了 再有十天 枯草地上就会泛出第一次绿意 海东青在晴朗的天空中展翅翱翔 他似乎也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忽扇两下翅膀 然后就静止不动 自然上升的气流将他高高地拖起 汉塔从地里钻出来 呆呆地瞅着远方 只要海东青的影子从头顶掠过 他们就会惊慌地钻进土洞里 好久之后才会慢慢地爬出来 如果不是枯草间偶尔出现的尸体 谁都会以为生机已经重新降临在这片被战火蹂躏过的土地上 李东楚带着白马军正在处理西京城西面的蚕尸 只要看到已经有味道发出来的尸体 他们就需要把它深埋掉 如果任由这些尸体暴露在野外 春暖花开之后 这里很可能会爆发瘟疫 这活儿虽然埋在 李东楚却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京西军对瘟疫这种事情从来都非常的看重 当年京西军前身五圣军进脚农趾高的时候 就是利用了瘟疫才拿下了河口的奸程 更何况这次出城掩埋尸体是全军出动的大事 大帅和监军就在不远处监视着 容不得任何人小觑 因此趁着天气还没有转暖的时候 早点将尸体处理掉 免得等流民过来之后再出现人间惨事 战马的背上拖着两只筐子 里面装的就是石灰 尸体被埋进深坑后再撒上石灰埋掉 就算完成了这一流程 想不到战士如此惨烈啊 陈林打马行走在尸体间 对并配而行的云征探道 云征摇了摇头 实际上战士自从撩人突破第五的防线之后 并不激烈 你看看这些人 他们身上并没有多少外伤 只是口鼻处有血 这不是跟我们作战死掉的 是从西京城一口气跑到这里之后 活活累死的 就算累不死 寒冷的天气里狂奔之后 猛然间休息下来 一冷一热阴阳相机 想要活命可不太容易啊 按照苏巡的计算 西面的尸体最多 他说应该不少于十五万之重 还有十五万人逃进了荒原呢 你以前说至少有五千人回到中京 老夫还以为你是在故意夸大军功呢 只是看在大军大盛的情形下不说而已 现在看起来啊 你说得不错啊 五千人逃回中京 恐怕还是你多说了 毕竟啊 这李东楚 憨牛 赵夫三位将军 死死咬着撩人的尾巴 追出去两百里 那些撩人 就算逃脱三位将军的追杀 也难以靠双手双腿 走出这千里荒原呢 你永远不要小看人对活命的追求啊 只要他活下去的欲望足够强烈 他们就会创造出一个个的奇迹出来 老夫看到人的生命 为什么会如此的脆弱和无奈呢 因为中京真正的勇士很少 你长久的生活在那个已经被脂粉器浸染的城市 想要看到生命的顽强和坚韧 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这么说 云猴对这方面有独特的见解了 那当然了 我的职责就是研究如何夺走人的生命 不过西谷撒人说过 用来杀人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 这些天我觉得 那个死去的倔老头说的话非常正确 一个幼儿长成壮汉非常不容易 至少需要十八年的时间 可毁灭掉一个壮汉只要轻轻的一刀子 连一盏茶时间都用不到 所以说啊 创造生命远比毁灭生命难得多呢 陈琳指着几乎蔓延到天边的尸体 笑着说道 这些不过都是工业而已 云真苦笑了一声 我也想和你这样没心没肺的认为啊 可是我自树发就学以来 学的东西不容许我有这样的想法 就算虚伪的悲哀两下 也绝对不能有这样杀千刀的想法 陈琳笑得如同夜猫子一般 这么说老夫才是那个真正该杀千刀的杀财喽 武伤其类 秋名也悲 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心态嘛 为何要如此虚伪的安慰自己呢 难道你不知道整个大宋如今都在为你杀人的伪业而歌功颂德吗 安慰自己是为了下一次更加心安理得的杀人 这就是人性 云真最后回答了陈琳一句 就在大青马的肚子上磕了一下 战马就开始慢跑起来 陈琳见云真不愿意再和自己讨论杀人的问题 有点失落 很难有机会和云真这样深入交换意见 云真却匆匆的避开了 他似乎非常的不喜欢和别人交心 就算最热情澎湃的时候也是这样 云真的心里仿佛总是有着一道隔膜 把他和现实的世界分隔开来 有时候云真会说一些新颖的道理 这些道理和陈琳知道的那些道理都不太一样 甚至和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知晓的道理也不一样 他在人间就像是一只黑夜里的萤火虫一般清晰可变 陈琳以为只要能够走到云真心中那层隔膜的背面 说不定就能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人 如今全天下的人都在侧耳倾听他的话语 只要他一声令下寂静的天地间就会立刻被金阁铁马的咆哮声所填色 容不下别的声音 这是胜利者的权利 云真身长了右臂 一只雄俊的海东青立刻就从天空中直直的窜下来 在低空中盘旋一下就准确的站在云真的臂膀上 两只刚劲有力的爪子牢牢地扣在云真的铠甲缝隙里 既然已经把海东青叫下来了 那么犒赏就是必然的事情 海东青已经用黄色的眼珠子牢牢地盯着云真的左手 等待接受自己的食物 一条被水泡软的干肉很快就进了老鹰的肚子 他依旧不满意地从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沉闷的响声 表示自己还没有吃饱 谁家喂老鹰会把他完全喂饱呢 云真抖一下胳膊 那只海东青就借助云真振臂的力量重新飞上了天空 不大一会儿 那只海东青就捉了一只硕大的田鼠丢在云真的战马前面 充当刚才吃了云真肉干的报酬 一整天的时间 在荒原上掩埋撩人尸体的宋军 全都看见自己的主帅和天空中那两只海东青玩了一天 有时候大帅会把一根小小的木棒丢上天空 然后等着海东青从空中凌空捉住 然后再送回来 这和六狗差不多 至少云真是这么认为的 天边起了棉絮状的晚霞 这证明在未来几天里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这样的好天气最适合冰山融化 最适合草木抽芽 也最适合万里行军 唯独不适合继续杀人 因为天地间的红色出现的太多太多了 云真最喜欢和海东青或者大青马在一起 只要他们在 云真就不会感到寂寞 和人相处的时间越长 他就越发的喜欢和野兽相处 至少在那里不论是吃和被吃 都只和肚子是否饥饿有关 和其他任何的人情礼法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太阳照在云真的身上 自然也会照在耶律宏基的身上 他是如此的大公无私 无论我们是刚刚成为了圣人 还是刚刚和恶魔做完交易 他都会公平地将自己温暖的光辉 洒在我们的身上 不偏也不倚 耶律宏基右手抓着一柄 晶莹剔透的白玉如意 左手却怀抱着一只雪白的狸猫 白玉如意缓缓地从硕大的地图上划过 那只白色狸猫 探火一般火红的眼睛 也随着白玉如意转动 鬼奴将军败复在地上 大气都不敢出 现在的耶律宏基 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一般危险 不 云正已经离开了西境 鬼奴 你来告诉朕 你认为云正到底是要东进呢 还是要北上呢 鬼奴的身子抖了一下 艰难地说道 鬼奴以为 云正的目的 依旧是烟云十六周 耶律宏基哑然失笑 用玉如意敲打着地图 云正没有掩饰自己的企图 他和狄精左右夹击烟云 已经是事实了 朕不该问你这句话 鬼奴将军重新将头埋了下去 不敢出声 这些年朕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赵真快要死了 即便是这个好消息 整整拖了五年 依旧没有尘埃落定 宋国的国君躺在床上 但是他们的大臣 却没有闭上眼睛 他们的将军 甚至在攻城掠地 征战不休 攻的是我们的城池 掠夺的是我们的土地 朕虽然没有躺在床上 但朕的臣子 却全都闭上了眼睛 耶律洪基说完这句话之后 跪倒在地的就不止鬼奴将军一人了 凡是身在营帐里的辽国官员 全都跪地请罪 大呼死罪 如果把你们全都杀光了 能复活朕的三十万勇士 朕不惜将你们全部杀光 只可惜这不过是个说法而已 如今我大辽到了风雨飘摇的时候了 诸位如果再不把眼睛睁开 如果再不把目光从各自的小小利益上抬起来 大辽真的就会完蛋了 耶律人仙 耶律以心出班起奏 启禀陛下 西京之外那是萧达虎无能 西谷撒人妄备所致 如今陛下已经清洗了萧达虎一族 处死了西谷撒人这个妄言的妖人 就是区区西京 对我大辽来说 不过是沧海一宿而已 伤不了我大国的筋骨 动不了我大国的根本啊 只要陛下振臂一呼 定有千军万马仅从 灭此朝 实乃是情力之中而 请陛下勿要伤怀 耶律宏姬 瞅了瞅跪在地上的两位宠臣 请笑道 爱情所言极实 只是云正这个恶贼 已经领兵出了西京城 却不知哪位爱情愿以为朕分忧 生擒云正来见朕呢 耶律宏姬 摇摇牙道 不以臣愿望 耶律宏姬欣慰地点点头 爱情一片忠心 振心甚畏 只是云正恶贼 乃是宋国不是初的名将 爱情虽然英勇 却还不是他的对手啊 耶律宏姬 不由得长长地出了口气 起伏不定的心 也逐渐安静下来 要说面对云正这样的妖孽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那是在自欺欺人 虽然耶律宏姬赞成杀掉肖达虎全家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 在军略一道上 辽国人中能够超越肖达虎的人并不多 这些人中绝对不包括他自己 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 只是为了表示忠心 这个险不得不冒 此时耶律以心硬着头皮道 陛下既然不看好达虎 微臣自然还有几分勇力 愿意为陛下效力 丁阁愿意出征 正合真意 达虎虽然勇力不缺 唯独缺少应变之能 朕唯恐他在哪个狡猾如狐的云正手下吃亏啊 丁阁和打拢不同 你自幼就胆大心细 难是领军将领的不二人选啊 朕给你牙长部十五万人马 随后还有常山族的六万人马押后 朕不求你击败云正 只要你将云正阻拦在凤圣州一息 等到朕灭掉狄青之后 自然会来与爱卿合并一处 剿灭云正 耶律以心心中长叹一声 战绩申道 微臣定会坚守到陛下到来 并且寻找战机击溃云正所部 耶律宏基脸色暗淡下来 悠悠说道 爱卿记住 朕不希望你贸然出击 为云正所趁 只要你坚守住凤圣州 朕信足矣 耶律以心见皇帝并不是很高兴 咬了咬牙说道 祈奏笔下 微臣有族人自西京而来 带来了宋军主帅云正的一封信 西京战败 那里的人在朕的心中已经死掉了 既然死掉了那就不能活在世上 派人杀掉吧 云正的信函无非是来嘲笑朕 不看也罢 一同烧掉吧 耶律以心连忙拱手 陛下之心 微臣自然知晓 微臣的族人也是知道的 如果不是因为姿势体大 微臣的族人早就自禁于西京了 只是看到云正信函之后 为我大聊这才苟活下来 充当这个信使 微臣恳求陛下看过信函之后再说 据信使说 那封信里绝对没有对任何陛下不敬的文字 也绝对没有任何对我大聊不敬的文字 云正只是在信函中通报了一件事情 一件关乎我大聊安危的事情 那上面不但有云正的签名 还有宋臣王安石文彦博的签名 微臣恳请陛下一关 耶律宏基愣了一下 瞅着耶律一心道 还有此事 你可曾看过信函中说了些什么 耶律与心连忙说道 这是宋臣给陛下的信函 微臣如何敢拆开 不过信誓信誓旦旦的说 信中绝无不敬之言 云正乃是华府小儿 历来粗陋惯了 很难说他会在信中说些什么 不过 王安石文彦博 明满天下 了来不会不知理数 将信还拿来吧 如果信中说的有道理 就免了你族人死罪 耶律宏基不愿意见到任何一个从西京活着回来的人 这会让他想起肖打虎那场莫名其妙的惨败 这场惨败失败的是如此的没有道理 假如上天一定要辽国失败 面对云正这样的敌人 算不上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 耶律宏基无法接受的是三十万大军 还没有来得及对云正指挥的军队造成严重创伤 就烟消云散了 从回来的那些军族口中得知 西京大军不过在野湖口和宋人交锋过一阵 剩下的都是被宋人包围在西京城内 从内往外突围的时候发生了一点战斗 而这种战斗对躲在兵墙后的宋军造成的杀伤极为微弱 很多时候都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肖打虎和云正激战之后双方打个两败俱伤 最后云正激高一筹赢得战争 耶律宏基绝对可以接受这个败局 因为两败俱伤之下 云正在自身损失惨重的情况下 也一定没有了前进的力量 只要自己派取少量的兵力前置云正 西京的战局依旧是个死局 至于丢失几座城池 耶律宏基从来就不在乎 契丹的祖宗建国的时候 没有一座城池 只要战士和牛羊还在 契丹族就不会失败 广袤的西京道放开了让宋人占领 他们又能占多少呢 战事还没开始 肖打虎就输了 宋人不过是派去一个高明的细作 就让肖打虎的三十万大军没了口粮 可怜肖打虎还特意将大军困锁于孤城之中 出于对辽皇的尊敬 在陈林的建议下 云正的这封信使用了给宋皇上本用的黄皮奏本 耶律以心拿过来的时候 上面红色的火漆还没有开封 但是内容 耶律以心已经知道了 对于如何打开这种制式折子 他有丰富的经验 云正信中所说的事情 如同惊雷一样在他头顶乍响 而且根据耶律以心的判断 云正信中所说的事情 八成是真的 因此 他才会冒着皇帝发怒的危险 无论如何也要将这封信拿给皇帝看 否则一旦让墨赠俄旁得逞 辽国就有灭国之忧 现如今 中京到聚集了辽国一半的人口 可以说是辽国复兴的根本 如果这些人都被墨赠俄旁裹挟去了西北 辽国大势已去矣 没有了百姓 再多的迅贵 也无法保证大辽的安全与繁荣 如果让墨赠俄旁得逞 辽皇和耶律系之间的势力会立刻倒置 到那时 耶律信会比辽皇更加强大 没有了百姓的辽皇 不过是一只丧家之犬而已 耶律宏基瞅着桌面上 已经被去掉火器的奏本 闭目沉思 云正的脚快和阴血 他在平行顶的时候已经见识过了 在他的下意识中和云正打交道 必须平复胸中所有的负面情绪 脑海中不去想西京之战的各种疑问 更不该去想那个已经死去的皇后 不知为何 他摒弃掉了怒火 摒弃掉了疑问 可皇后那张忧怨的脸孔却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这一年来已经在竭力的做到忘记这个女人 但是只要出现和这个女人有关的人物 这个女人的面孔就越发清晰 当初张孝杰说皇后与灵人有染 并且拿出了无数证明的时候 耶律宏基事实上一个字都不信 他根本就不相信皇后会背弃他与卑鄙的凌人有染 以皇后清冷的性格来说 这根本就是一桩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耶律宏基还是选择了相信 自从耶律信叛逃打噶孩子之后 他们就一直手术两端 如果再不加以检除 会有更大的祸事发生 耶律宏基心中叹息一声 终于拿起了那封被检查之后证明无毒的奏折 打算看看云征到底要说些什么 宋陈云征败于大辽皇帝族下 陈常闻古时候的帝王拥有天下后 放火焚烧山岭和泽地的草木 用绳索利刃将图弥百姓的害虫杀死 或者把他们驱逐到四海之外去 此乃帝王的天旨所系亡命所趋 陈闻听陛下曾春季辽冬夏季汉海 秋季农价冬季荒漠 所为所顾者不过是契丹国七百八十六万户生灵而已 陛下如今继承契丹列位先帝之遗志 神明圣伟 仁慈英武 汉海之外 北明四方之内都在陛下的安抚统侠之下 常闻陛下欲奋六世之长鞭 驱赶天下生灵为己用 不想鞭烧过长 触及我大宋之痛阳矣 云征不才 领我皇之命 亲自率领虎狼之师前来问候辽皇 因何鞭策我大宋子民眼 如今西州之地尽为我所夺 辽皇雅达必不知见怪也 云征之小兵风火急之下 行事难免会有不周之处 不过燕云之地为我族人故土 辽皇驱持燕云百年 如今云征欲问燕云之地民策土树 不知辽皇可会答应 自儿皇帝送燕云之地于契丹 宋辽之间必有一战 对此辽皇之小 我皇陛下也尽知晓 因此云征北驱燕门关深入大漠 辽皇当不至于惊讶也 陈长文天池的边上 大河的水边有怪物存在 大概不是平常鱼类水兽等动物 可以比得上的 他得了水就能呼风唤雨 上天下地都很容易 如果得不到水 也就是寻常所见的那种形状 不用广阔险峻的高山土丘就能把他困住 然而他在没有水的时候不能自己造出水来 他们十次有八九次被水塔支流嘲笑 唐太宗常言 民为水 君为粥 事为雅言 如今辽国之水尽在中井 难道辽皇就不去防备一下这种来自天池和大河之宾的怪物吗 陈听说 此怪物已经从沙漠出发 翻越了山岭 目的不是为了妈妈的宝藏 而是为了大辽的之水 陈唯恐这个怪物遇到大辽之水之后 就会腾云化龙再难擒获 因此才守书于辽皇族下 其请辽皇当心 一旦辽皇失去池水 就像巨龙失去了可以翻腾的大海 到时候难免会被鱼虾戏弄 陈云征近言于此 往辽皇陛下采纳 起今安 送臣云征拜上 耶律弘基看完云征的书信之后 安静地放下来 抬头看着耶律以心道 莫赞额旁可曾进入上京道 耶律以心连忙道 15天之前的奏报说 莫赞额旁囤兵卵和之兵 准备修整之后进入上京道 继续向达嘎孩子进发 耶律弘基痛苦地闭上眼睛道 这是谁发来的走报 龙化镇守室 格伦 格伦已经死了 如果他没有死 耶律以心你一定记得 将他的人头带回来给朕看 耶律以心应诺过后 小心地问道 陛下为何一定说格伦已经死了 微臣不解 谁告诉格伦 莫赞额旁一定会向上京道进发 他如何敢肯定莫赞额旁一定要去打噶孩子 而不是来我中京北安州 掳掳掳百姓 耶律以心也是军事大价 稍微判断一下皇帝说的话 立刻就明白其中的意思了 格伦的奏报带着强烈的主观性 当墨葬鹅旁还在卵河修整的时候 他就肯定的说墨葬鹅旁会去打嘎孩子 如果云正不点破墨葬鹅旁的行踪 不论是耶律鸿基还是耶律乙兴 都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如今天破谜传之后 常年累月都在批阅奏章的耶律鸿基 如何会看不出葛伦奏报里的玄机 陛下 云正在信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无论如何 耶律乙兴也必须装作 自己从来就没有看过这道奏折的样子 丁格 你若是没有看过云正的这封信 如何会知道姿势体大 宁愿冒着危险 也要告知朕亲自阅读这封信 现在不是客套的时候 你私自看信的事情朕不会追究 在大辽能够分得清楚 轻重换机的人已经不多了